趙老已經知道對手會打頭牌 這是可以做到的 當然要做到這個不簡單 然後他直接說 你要是能夠這樣做到的話 這樣打仗出來的一種勝仗 是沒有人知道你很厲害 也沒有人知道你立了什麼功 所以因為無聲無息 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你這樣的戰 是一點都不會出差錯的 不差錯是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你所做的一切事 都一定能夠導致你的必勝 你的必勝 是因為只有一個理由 對手早已經敗 他最後講得太棒了 你如果保證對手已經敗了 你如果保證 因為你對他所有的一切都掌握了其實 所以搞情報的人為什麼那麼重要 切一步知道對手要打頭牌 知道他的內部 知道他的想法 知道對手是什麼樣的人 因為什麼樣的人他會做什麼樣的決勝 這個人知道意思嗎 所以在真打仗的時候 一定要了解 敵軍的將領是誰在帶軍 敗領這支軍隊的話 他的個性是什麼 很容易發脾氣嗎 很深沉嗎 很穩嗎 很懂戰略嗎 他的讀什麼出來的 他的什麼出家 他的出身是什麼出身 他的農夫出身 他是一個工人階級出來 他是什麼樣的出身出來 都會影響到他整個人 人生不可摸備的那一塊 那一塊會影響到之後 碰到任何一個情況下的一種決勝 知道嗎 所以要研究對方 要研究對方的將領 研究對方的CEO 研究他們的總經理 研究這家公司的老闆 他的決策 他是什麼個性 他心理上會有什麼層面 有什麼弱點沒有 這個都是各位外人所知的 可是 沒有人知道 我唯獨你知道 喔 你現在不早工夫長 不到這樣的進步 不是吧 對吧 那這很可怕 你這個 你這個要是這樣的話 那沒有人擋得過你 孫子是這樣的意思 你如何讓對手早已經敗 這不在臉蕭微呢 我能讓你臉蕭微 一個對手本來習日跟你是旗鼓相當 後來為什麼在你面前變得軟弱不堪 很輕易可以擊敗 你如果坐在這一點 你如果碰過習日的老友 十年不見以後 毅力同盟一看 發覺 心裡頭有一種感覺 我這個朋友好像沒什麼想見 有沒有這種OS 那講人說 喔 心裡頭有一個OS 我說對手變弱了 我說朋友現在經濟不太好 我朋友沒什麼進展 或者是OS 我說朋友現在突然間變聰明 變厲害 有沒有 那因為你對他的技術不了解以後 你突然間你發覺 你變得比較厲害 你變得很懂得怎麼去贏 請問 這個東西厲害不厲害 怎麼有發出讚歎的聲音出來 不是讚歎我 讚歎書 他在讓一個人變厲害 他在讓一個人 讓一個對手變弱下來 是吧 那我第一次讀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是非常讚歎的 說不定你們是比我還聰明 那我讀到這個的時候我發現 喔 原來我們一直在想辦法 怎麼打白對手 你知道方法在哪裡嗎 是吧 他說這樣的事 無智能無勇工 現代人為什麼學不好這一套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代人要什麼 要明 現在人要什麼 要工 要明要工的人 他就要想辦法去 Promote他自己 想辦法對外面 Rawcast 想辦法美光燈找過來 想辦法願意接受訪談 我跟你講這是非常大的缺陷 你不要以為你輕盈的可以做得到 哪一天你要是在那個台上 你成功了 你公司越做越大 你賺錢了 媒體報告給你們 人家打電話來邀你 某某董事長啊 您的事業那麼成功 好多人都很想要聽聽您成功的方法 您有沒有接受我們三十分鐘的訪談啊 我看那個時候 你一來以後 那個人啊 就會 就會 藏不住 所以無智能無勇工啊 這變成是一個 你要能夠打勝仗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修為 對 所以三陣子的聖也 在這種情況下 無智能無勇工 無智能無勇工 有什麼要點啊 有什麼重點 就在於他戰勝就不會出差錯 不出差錯 是因為他所做的事一定都能夠避勝 他的勝利 他所有的作為都不會有任何的阻礙 因為沒有人知道 對手 快去辦 沒事的話 那我們進行下一步囉 我送各位八個字 人不知我 我都知人 什麼叫人不知我 我都知人 知道啊 還要注意一個概念 戰爭早已經開打了 二十年前就已經開打了 所以為什麼所措必勝 我引用了敘事篇裡頭的一句話 行人而我無行 因為我讓對手他的行露露出來 而我卻能夠繼續隱藏起來 叫行人而我無行 別人不只不知道我 而且不知道我已經知道他 所以你連你已經知道了對手 了解你的對手 你也不可以讓對方知道說你已經知道了 你如果讓對方知道說我已經知道你了 你暴露你自己 對他的掌控 對他的了解 有沒有問題 各位同學 你的沒有料想到的地方 你的認識不夠的地方 就是你最脆弱的地方 知道嗎 什麼是我們人最脆弱的地方 下面 打了會痛 會不會男生啊 因為你不知道人家打你什麼地方 不易 你沒有料想到 以前那個江泰宮有一句明年 給我看一下 他說如果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智謀 跟大家都一樣 這樣的話 不足以為人實力 因為裡面也超過人家 如果你的技能跟大家都一樣 你不足以當國家級的博師 那 什麼東西 動 所有的動 你所做任何的行動 做任何的事情 你什麼東西會最高進階 所以 以不義為最高進階 所以再也沒有任何的動 比不義 對方 不在預期之內 出對方的意表 來了神廟 所以動 莫神於不義 人家在做什麼事 突然間出其意外了 出其不義了 做他一個什麼東西 做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個時候你一定 攻畢 攻畢取 戰畢可 勝 莫大於不適 所有的勝利 都再也不會大於一種勝利的方式 那種勝利的方式就是 打對方所不認識 不知道的地方 那怎麼樣做到這個東西呢 這個原則告訴大家 可以從這個地方去採測 當然這種概念很多人說 這是managed by surprise 就是出了意表 欺敵 是同樣一種概念 但是我倒覺得 太公 張太公這邊所演的 動莫神於不義 聖莫大於不是 他把它更進一步的歸納 指出了勝利的根源在哪裡 勝利的根源在於 對方不知 在於我不知 所以太極權傾的那句話 我才在那邊不斷的引用 人不知我 我獨知人 這八個字太極權傾所講的 別人不知道的 可是 卻只有我知道的 就像李嘉誠所講 你一定要先想到失敗 從前我們中國人做生意 有一句話 未買先買先想賣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還沒有進軍之前 你就先想到退路 這都先想到 這個都先利於不敗之地 所以緊接下來 如果能夠這樣做到的話 就是先利於不敗之地 緊接下來 他就先講 他說 所有善戰的人 一定都有一件事 他先求什麼 先求不敗 利於不敗之地 而不是敵之敗 因為 我們一定 我們還沒有開根之前 我們就先了解 先知道 先研究 對手 像研究對手 跟掌控商業情報 來看的話 這是同一件事 全世界所有的商社 在蒐集情報上 最厲害的是 日本的商社 大家都知道 日本有一個商社 叫野村綜合研究所 野村綜合研究所裡頭 有一個叫野村證券 野村證券 有幾個台灣的名人 都在那邊當一些重要的幹部 跟他們經理 這個野村證券 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當中的一部 可是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話 它所收集到全世界所有的情報資料 還不只是商業情報 包括地理 包括歷史 包括人 地緣 包括政治 包括武器 軍事 國防 他們商社的人 佈滿了全世界各個角落 所以他們那個情報 這命 收集到的情報 都吳嘉賓貢獻給日本政府 所以都對日本政府 非常的敬重 那他把那些情報整理以後 他可以變成很多的商品 去販賣 去賺錢 所以野村綜合研究所 就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 一個在商場情報收集上頭 可以很值得大家去研究它 你現在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研究野村綜合研究所 野村總社 是說野村一萬還有三大社 有 他還有 但是你會發覺說 像野村 日本有一家野村 在全世界最出名的 那還有另外兩家也是很大的 我們國內有哪一家 你跟日本對戰一下 會發覺 我們好像不太重視這個東西 我們都知道以前 日本去打中國的時候 去侵略中國的時候 在他還沒有侵略之前 他早已經派很多人 把中國大陸所有的山川 地形都摸得一清二唇 所以他軍隊怎麼走 怎麼打 會碰到什麼障礙 都非常的清清楚楚 可是我覺得這裡 跟我們的民主性的觀點 就是要分那些三大三色的有些教授 但有時候會打電話來說 如果他來拜訪你 依我們自己台灣公司的想法是說 有人要來拜訪我 所以你拜訪完之後 只要防護你說 所以你得到什麼 我們會做成生意嗎 我們要做什麼樣子 你看他那什麼東西 可是對於日本方面來說的話 他只是覺得說 我想要跟你拜訪一下 我們只是聊聊天 他正時在聊聊天 聊了一個小時回去以後 他開始把跟你聊天的那些資料 整個收集起來 對然後作為他之後 想要帶進風或是 守了一個資料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他不會去要求 那個來跟你拜訪的 那個員工 做成什麼生意 沒有 沒有對 他的目的在情報 在顧客的心理 顧客的需求 跟你聊天當中 可以探索出很多的訊息出來 我跟你講 他有時候會跟你拍一張照片 我上一次看了一些新聞 他說 有一張照片 某一個中國工程師 他扶在一個走梯 一個樓梯 那個樓梯是某一個轉油台的那個 那個樓梯 施工人員 然後在警徒上下一個樓梯 他手呢 扶了他 他穿著貂皮大衣 然後非常沉重的帽子 衣服 然後手扶了他 被拍了一張照片以後 就握著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機密的外線 對 日本剛剛照片立刻的研判 這個照片照讓你拍了 你會 重大會 戴一個帽子 然後會穿那麼大的衣服 他研判一定在東北 一定在東北 然後看那個樓梯的那個size 大橋 還有那個多少階 他可以研判 這一家 他獵牛場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對不對 所以他比較一下他的研判 在東北的某一個地方 有油田 那個油田大概每天 可以採多少萬噸的原油 一張照片他可以曝露出那麼多的訊息 所以他可以聊天當中 看起來你要吸收平常的故事 可是他如果回去 把很多他從別人那邊所研究到的資訊 把他一個clip上來以後 他就變成一個 像趴火一樣 他就變成一個非常完整的故事 那他在跟別人在搭配的話 他就可以做出一個報告出來 這是日本人非常表情的地方 那很厲害 老師那個以前一個朋友在省政府 就還有省政府的時候 他說其實日本人 他說為什麼把重工業放在高雄 是因為高雄是台灣唯一的弱政區 弱政 遺政 唯一的弱政區 所以他是把重工業放在高雄 所以他最早就是回去日本之後 再回來台灣投資 第一個日橋學校就設在高雄 所以他的重工業 他包含後面國民政府的十大建設 其實那個藍圖都來自最早日本的工業建設 所以你可以發現日本收集情報業 世界第一 我告訴你 美國人會注意他 世界第一 他還有一個什麼 他做規劃的能力 世界第一 台灣最好的兩所大學校園 台大跟城大 都是日本的規劃 他在選一個大學校園的時候 他一定看什麼 他看 他跟我們一樣 他看風水 日本中東是風水 還重視 你如果到美國 首都華盛頓 你去看他那個四個角落 中間一個 中間一個十字型 整條線也拉過來 你發覺 設計這個城市格局的人 也懂得風水 你知道嗎? 你研究一下 那十字交口的那個地方 數了一隻 一隻 到大概一百公尺的那個 Washington Monument 華盛頓紀念碟 然後北邊是 Jefferson Memorial 南邊 Nington Memorial 左左邊是 白宮 右側邊是國會 剛好四個角落相加插的地方 來個華盛頓紀念碟 那整個那個 那個氣勢啊 還有風水 都非常強調 不知道嗎? 那為什麼會懂這個東西? 他知道地理的設計 對一個國家的運勢 是有影響的 這個再講下去 你們又會覺得說 老時候在講什麼 但是確實如此 所以收集情報 這點呢 我們是有待加強的地方 所以怎麼樣去地獄不敗之地 也不是敵之敗 這一首故事非常多 有很深層的意涵 如果你們都知道的話 那太好了 我懂這個道理 那問題是 你要怎麼收集情報呢? 收集情報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收集情報 像日本人一樣 講到收集情報 昨天想到那個 阿帕契那個案子 阿帕契直升機有沒有 阿帕契直升機 不是李建榮他們那一個團 他們那團裡頭 有一個日本人 你知道嗎? 叫平直 平直樹人 他平常不接受照相 可是照相已經照了以後 布魯他出來以後 反正不見了 那有記者去瞭解 透過另外一個道路去瞭解 平直三人原來是野村做很研究所的 然後他還沒有跟李 還沒有跟那個誰啊 就是老乃城的太太的妹妹 交男女朋友 交男女朋友之前 他在台大讀書 交男女朋友後 反正台大畢業以後 沒多久他就回到日本 也是做研究所 年紀輕切身為正研究所 所以你可以瞭解到 這個商業情報 包括社會資訊 人文 地理 各方面的這種情報 資訊 都是他們一樣的東西 這樣他可以把很多東西 拼湊起來 會變得很重要的訊息 這個是向來我們親戶的地方 我們太親戶這一點 老師我記得李光耀有說過 他有說過 就是說 人齁 如果是在北方 因為比較寒冷 所以他會有優化意識 他會懂得要純涼 因為被冷到人就有本能 所以北方的人通常對遠的東西 看得比較 看得比較遠 比較遠 南方的人因為氣氛溫暖 所以不太被冷到 所以我們每天吃的都很豐富 所以不用去想長遠的東西 所以南方跟北方 其實最大就在於決策的能力 所以他們常常會把他們的決策人員 第一個他要求政府的冷氣不要高過22度 另外一個就是他會要求他的決策人員 都要到北方去 經過一些訓練 就被冰一下有沒有 一個人就有本意識 就是體會 對 那台灣因為在南方 怎麼辦 這個是跟我們的心理意識形態有關 如果我們了解這個 牽涉到國家的死生存亡的東西很重要的話 那就會了解說我們必須要在這外面多下公佛 總統府牽涉到何萬三 好 所以說善戰者利於不敗之力 而不是敵之敗言 各位同學再看看 什麼叫利於不敗之力 我把它寫成我大於等於敵人 這樣不敗 可是呢 如果你帶敵的機會 不失敵之敗 也如果敵人露出可勝之機的時候 就變成等號就拿掉了 就變成我可以勝 不敗是大於等於 勝就是 只勝 只大過他 是這種概念 所以 變成是兩階段的一種戰法 一個是不敗 一個是不失敗 聖跡 先求不敗 那不敗怎麼做呢 不敗就是 先不要啟動戰端 那個階段是什麼階段 不敗那個階段是什麼階段 是收集對手的情報 了解對手 了解自己 不斷在整合 不斷在了解的過程當中 是吧 然後等到 等到什麼地步開戰 等到實際打來 等到對手露出可勝之機的時候 再打 所以這樣的一種兩階段的戰法呢 就構成了他這邊所講的下一句 非常有名的句話 叫做聖兵先勝 而後求戰 被打正仗的兵 是什麼樣的軍隊呢 被打正仗的將領 是什麼樣的將領呢 是先勝而後求戰 打敗仗的將領 是什麼樣的將領呢 先戰再來求勝 那很不幸的是 我們一般的人呢 即使讀了兵法 讀了那麼多年呢 很容易呢 順著這樣的習性 就是 經常都是什麼 先打再說 有沒有 就像我們台灣不是有一首歌嗎 《愛拔害牙》有沒有 《愛拔害牙》這個聽 聽得很好聽 唱起來很爽 《愛拔害牙》 是不是有這種情緒 拚個說 先來拚 做得對 做得對 先拚個說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的整體的一種意識 無形當中呢 讓台灣人很勤奮 很喜歡拚 但是問題拚來拚去都怎麼樣 拚來拚去拚短期的 然後拚 拚來拚 拚拚 拚拚 拚拚拚 拚拚拚拚 太莽撞了 應該變得有一點戰略的一種眾生 就是 會贏再來拚 是不是 拚拚 問題是 拚拚 拚 拚 你要怎麼知道你會贏 要妙拚 對不對 要謀 要先知 要去蒐集各式各樣的了解 要了解自己 了解對手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在不敗的過程當中 先求不敗 知道嗎 然後等待時機 求勝 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 會打仗的人 是先求贏 再求戰 那五命班呢 都轉過來 先開戰 然後且戰且走 沒有打 怎麼知道我會贏還是輸 孫子的想法是跟一般人不一樣 孫子的想法是 贏了 再求戰 你看他的深度 在這邊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些深淺出來 同學沒什麼問題 要補充我的地方沒有 所以朱立倫跟孟敦義不參選 黃金平不參選 他們可能在先贏吧 可能要先求選 如果先算一算 覺得 如果贏不了的話 乾脆就不要出來 那鴻秀柱為什麼要參選 鴻秀柱 鴻秀柱那個戰器 輸讓我們輸爹嗎 對不對 大概可以這樣 我覺得鴻秀柱他贏 他會贏 他會贏蔡英文嗎 第一個 現在誰揹國民黨都不會贏 所以如果藍營想要贏 就是要讓不揹國民黨的人贏 所以國民黨最好是有一個 出來選未來他可以棄保 被棄的那個人 所以鴻秀柱他已經準備好 要被棄 那他目的要保全 就是 就是那個 可能比較偏藍的人可以贏 但是 未來是誰不揹國民黨 而比較偏藍的有機會贏 我猜是宋楚瑜啊 哈哈哈哈 這個要做一些了解 可能說 要了解一些社會上頭的一些 一些人的想法 像年輕人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年輕人現在是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可能的想法是什麼 這個就叫研究 要去了解 知道嗎 這同學 孫子的思想是 完全左右的我們 改變了我們對戰局的想法 我們對戰局的想法 認為都是 在戰場上頭 怎麼樣有什麼戰術 用奇政來打敗對手 孫子的戰法 他是更前一步 提早了十年二十年 所以告訴你 你要先知先勝 速度戰場上頭的 任何的這個 一進一動的話 那已經到後面了 那已經下游了 可是一般人都是 從下游那個地方 才當作他開始打仗 事實上 他早在十年二十年 都已經開始在打仗 所以誰會打贏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 聽到這個想法以後 這個想法是跟很多人不一樣的 那如果跟你想法一樣的話 那恭喜你的思想 非常接近順水 那如果以前我沒有想過這樣東西 你好好想想看 這對你有什麼樣的啟發 那你生活上頭 可不可以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那你的心得到後裡頭 就可以這樣發揮 就是讀了某一句話以後 某一個思想 讓我深深體悟到 某一句話 對我生活行為上的改變 我發覺這個東西 會對我日後會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它會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模式 改變一個思想 改變一個人對競爭的看法 改變一個人對競爭的看法 改變成是一個謀略者 改變成是一個很有深謀原力的人 那這樣的話上這門課就沒有辜負大家了 先為不可勝 跟利於不敗之地 有沒有觀念 先為不可勝 跟利於不敗之地 你記得他一開始 習之善贈者 先為不可勝 一代弟子可勝 對不對 那一句話 換了另外一個說法 他說 善贈者利於不敗之地 而不是敗之敗也 不施敵之敗也 是敵人露出敗相出來 你不會錯失這個機會 這就是 以待敵之可勝 那先為不可勝 就是說 讓敵人 不可能贏過我 他如果有這種機會 打掉他 然後如果有這種可信 讓他可信降到你 雖然我不一定能夠打敗對方 但是我確定 能夠使得他們對方 不能夠贏過我 所以這段話 是跟 其之 善贈者 先為不可勝 以待弟子可勝 是同樣的說法 同樣的意思 只是這邊 先為不可勝 不可勝者守也 不可勝在己 不可勝者守也 不可勝者守也 所以 先守後攻的意思 你覺得會不會很消極啊 先為不可勝 不可勝是守啊 這是先守 以待弟子可勝 先守後攻 有很多年輕人不喜歡 先守後攻的概念 打贏對手的方法就是 勝 就是攻 不斷在攻 不斷地攻 而這種觀點呢 是一次大戰以前的 克勞塞維茲的官員 他說 打敗敵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攻擊攻擊再攻擊 所以為了攻擊對手的話 不斷地使用武器 製造暴力 摧毀敵人 所以西方的 那種戰略思維 你會發覺 他們是非常強調攻擊的 所以看起來非常威猛 但你會發覺 孫子的想法 他就很有眾生 他說你在開戰之前 你要先了解你的對手 而且 打掉 要先做的 不是打敗對方 因為對方跟你一樣很強啊 甚至比我們更強啊 你怎麼可能一出手就打敗對方呢 除非你碰到霸差 對不對 所以應該怎麼做 才比較保守的 才比較穩當的 就是先打掉對方 不可能勝負我們的那種機會 把那個機會把它打掉 讓對方沒有辦法來出塞 讓對方車子壞掉 讓對方車子壞掉 想了很多傲伯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真的 如果是國家的存亡 死生的話 一點都不傲伯 知道嗎 幾千萬人的生命在你的手上 所以先為不可勝 以代彼此可勝 這個說法 跟剛剛我們上這課 結束之前的說法 先利無敗之利 不失彼之敗 這都是孫子 不同概念 不同樣的說法來說 而這裡頭利無敗 讓我們想到以前 李家成的很多的說法 他很有名電句話 他說 他花90%時間研究什麼 研究失敗 研究如何失敗嗎 不對 研究讓自己不會失敗 不會失敗 不會失敗就是代表他成功 所以他的思路 非常接近孫子的思想 我不知道他還沒研究孫子病房 我猜應該是有可能的 他受孫子影響很大 如果有的話 他研究失敗就是 讓自己能夠先利於不敗 然後再等待對手 露出核勝的機會 你立刻出手 所以這是用兩階段的勝法 然後從這裡頭 他衍生出一句 非常有名的千古名言 叫做 聖兵先勝了後求戰 敗兵先戰了後求勝 非常的精簡惡藥的兩句 非常漂亮的對戰的文字 其實激發了人們 非常多的想像力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這句話 做個感想 聖兵先勝了後求戰 敗兵先戰了後求勝 給了你們什麼啟發呢 這個地方是個重點 我希望各位回應一下 你們覺得這段文字 給了我們什麼啟發 怎麼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面 怎麼應用在我們的職場上面 怎麼讓我們在職場上頭 都能夠保持先勝 還沒有打仗之前 還沒有競爭之前 你就保有很強大的優勢 而且你還保證 還沒打 我就已經贏過你了 一打的話 更不用說了 一打的話 你已經是一個非常軟弱的對手 你早就被我打敗了 只是還沒有展開戰爭的形勢而已 一展開的話 你一定敗 所以一個對手 為什麼經過多年的相處以後 為什麼他在你的眼前 變成一個非常弱的對手 根本的原因是 其實根本的原因是 你非常清楚他的長處 他的短處 那你知道人家的長處短處 你如果能夠擊敗人家 你只是知道對方的長短 為何能夠保證你一定贏呢 有誰幫我補充一下這個問號可以嗎 假如說你知道對方的長處跟短處的話 那你就可以讓他無法發揮他的長處 然後再逼著他用他的短處來給他 好 講得非常好 誰能夠做到這裡 他叫設計 他是創造一種時機 讓他被迫必須要端住他的短處 來面對你的長處 他不得不被你逼迫他 這樣的話你根本不用打 這個才是高手 不斷的感覺 對各位有沒有啟發 所以本來戰場上的打的一個對峙 本來都是以長即短 本來就是以強即弱 本來就是用我的長處來對對方的短處 千萬不要讓對方變成是 他把戰局變成是 你必須要被迫用你的短處去面對對方的長處 這樣你還沒打誰你就輸了 至於人不至於人 至於人不至於人 至於人不至人 變成這樣 這個要講主動被動 我們上個禮拜強調 其實你攻人家或是守 防守或是攻擊 其實都在歧視 所以根本的是誰主動 主動的意思是什麼 誰能夠把戰局描繪成 把它marriage成為是 我的長處碰上你的短處 這就是你的主動 那你能夠把戰局安排成這樣的主動的話 就是你制人不至於人 所以善戰者是在安排這個 這樣的話呢 你就能夠導演出先勝而後求戰 你就能夠導演出不戰的確認之兵 那你為什麼有這種能耐能夠安排出這樣的戰女出來 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你先制 你知道自己 你還知道對誰 對這個想法感應就如何 有沒有什麼要反應的 要回應的 讓我知道你的想法 知道老師講得太淺 還是講得太深 還是講得剛剛好 有沒有觸動你啊 有沒有觸動啊 老師我覺得 一切都在為了兵德做準備 就是兵德的意思是時候 一切先為兵德什麼 為什麼要兵德呢 你要累積足夠的籌碼 知道你兵德的時候 對方不敢 就是 當然那個兵德不是說 你沒有準備的兵德 其實商業談判到最後都一定會僵持不下 最後兵德 可是 有人不敢兵德 你敢兵德 那你就先利於主動 那或者是雙方都不兵德 但是你步步進逼 在那個談判桌上 你也可以取得最大的好處 那為什麼商場都步步進逼我們 其實到最後談不下去 其實我說在商場或職場 其實人都在為兵德做準備 你跟老闆也是為了兵德在做準備 你跟他談薪水 你跟他談分頭 談不下去就是要兵德 那兵德就是開戰 就是開戰 就是戰 那還沒有戰之前 你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準備 所以利於不敗之地就在想這個 對 那以待敵之可勝 對 以待敵之自己兵德 兵德 兵德不好 所以才能夠不戰而去任之兵 這樣 不用兵德 不用兵德 然後你把籌碼攤出來 就讓他知道 輸了 不用再玩 這個要做很多的功夫 做很多的功課 所以如果要研究職場的話 不管你在哪一個 你在談判桌上 或是你在職場上的角力 或是在跟顧客 跟供應商 跟上下有跟什麼東西 在對峙的時候 把孫子兵法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理念 所衍生出來的一種態度 一種競爭的手法 看看能不能把它給吸入進去 變成你的一種 你的一種跟對峙的一種 這樣的話 我們就比較有勝算 那這邊所謂有勝算 不是說 我要先強調一個概念 因為以前人 不願意讓人家讀孫子兵法 不願讓人家教孫子兵法 都會說把人教壞 但是要注意 像這種思想 今天即使你沒有教孫子兵法 有很多地方都在研究孫子兵法 那就好像說 叫人家不要用剪刀 不要用槍一樣 你知道嗎 剪刀可以用來剪東西 可是因為剪刀可以殺人 所以剪刀不應該用 這有點一夜廢舌 槍也會殺人 所以不可以用槍 但是槍有很多用處 它可以殺壞人 可以保衛家園 所以孫子兵法也是一樣 看各位怎麼用 你如果心裡頭 能夠常常懷著一些 徹隱之心 懷著一些 凶物之心 懷著一些 禮讓之心 你懂兵法 這樣用起來的話 該用什麼東西 你都用什麼 該用 硬的時候 用兵法的時候 你可以用兵法 至少可以立於不敗之理 可以知道 讓我們知道說 這世界多深 所以兵法還是要學 你要了解 對方到底是用什麼方法 打敗我們的 或是我們呢 是怎麼樣能夠累積我們的優勢 可以 不用過過打算的形式 也可以贏過對手 你說是不是這樣 其實你這樣講的話 都是一切都在為兵的做準備 真的是這樣 是 所以早就已經很懂孫子兵法 孫子把這種概念進一步的講說 先勝後勝戰 各位同學 編德是先勝嗎 不是 編德是戰 編德是戰 可是還變戰是前面編德是戰 你要做什麼 先勝 先勝 那先勝如何能夠先勝呢 如果知道你已經勝呢 如果知道對手已經被你看穿了 如果知道對手已經敗了 所以要做足一切的功夫 做足一切的準備 才能確保我們的家園 確保我們的地生 那你贏了以後 你是踩在別人的屍體上面嗎 那個不一定 我們只是要確保我們的生存 確保我們能夠存活 我們能夠勝利 但是不一定必須要變成是對方死活 就是看你怎麼用 你如果要把剪刀用來殺人的話 那也沒辦法 你如果把槍用來殺好人的話 那也沒辦法 可是你如果把槍用來保衛一個國家 保衛自己的家園 那又有何不可呢 如果對方都用槍呢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有關這樣的說法 還沒有誰有反應 都是我們EABA的學長在做反應 是 請問像是基督行銷的那種手法 也算是先生的額後所在 基督行銷什麼樣的手法 我們來講 就是先創造一些需求 然後讓市場上引起很大的響應 那等到響應之後 他再把這個產品推出來 然後推出來就是引起市場的公共 這樣子的手法 是比較當然 都是同樣一種思路 就是創造出我可以贏 有一種聲勢 一種形勢出來 所以只差我還沒按那個鈕 我一按的話 一定就可以通電 還沒通電之前 我再確保 就只差我通電 這樣來講的話 你覺得這樣贏得非常的牢靠 還是說 你先通電 然後再看看 你那邊怎麼沒有電 趕快再通通通 你為什麼不買這個電 為什麼不買我的帳 這樣打起來的話 就很辛苦了 所以先創造出一種有力的形勢出來 有沒有對這個 對這個想法 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沒有 或是說覺得有什麼心得感想 願意分享一下